周富台湾 统一祖国 是习近平辛苦栽种 不让别人摘去的桃子 武统台湾时间表会在何时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8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 明镜北京看天下主持人邓玉文 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上周在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习近平发表了他上台6年来 最重要的台湾政策讲话 习近平的讲话 体现了其一贯对两岸关系 软得更软 硬得更硬的态度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习近平强调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 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巧合的是 蔡英文在新年致辞中针对两岸问题提出了暗含台独的四个必须和三道防护网 她强调台湾人民希望保持自治并断然拒绝以一国两制为谈判基础 而对习近平的讲话 蔡英文在回应时则给予直接拒绝 习近平对台湾的强硬讲话 和蔡英文对中国充满对抗性的表态 将台湾拖入一个危险境地 让人对台湾的未来不能不感到忧虑 随着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的临近 及美中关系的全面恶化 认为习近平将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学者也多了起来 如兰德公司在2017年就发表报告 假定解放军在2020年左右攻台 并有可能取得成功 根据中共过去以来的台湾政策和习近平的最新讲话 我认为中共武统台湾将是大概率事件 按我的估计武统台湾的时间定在未来10年到15年左右 我们看到中共从没有放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的承诺 习近平的最新讲话 不但重申了这个承诺 且喊出祖国必须统一 显示在统一问题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这让人想起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时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的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表态 只是两岸和平日久 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点 或者以为不合时宜 1979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后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成为中国政府台面上的对台政策 但中共也明白 合同虽好 值得用最大努力去追求 然若没有武力做后盾 合同是不可能的 所以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 一面坚持这一政策 一面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江泽民旧层英里登辉一系列被认为是鼓吹台独的动作 而在1996年 进行了两次以台湾为目标的飞弹发射 即军事演习 展示武力 胡锦涛也提出争取谈准备打不怕拖的主张 江湖之所以最终没有选择用武力收复台湾 有很多因素 包括两人的野心不足够大 但最主要的是大陆自己实力不济 可这一切到了习近平时期都发生了大变 习近平个人的雄心使命感与反腐树敌过多的处境 中国国力的飞跃增长及中共合法性流失的困境 岛内民意对统一的排斥都使得习近平对解决台湾问题 比前任更具信心 也更焦虑 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 自己任内要收复台湾 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对台湾提出了六部 即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实际可看作武统的另一表述 大陆的台湾研究专家在解读时 并不避讳此点 但六部表述 其实不是新提法 201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 2017年8月在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都提出了六部 这说明习近平对武统台湾已经考虑了很久 促使中共武统的三个变数 目前有几个主要因素很可能会影响习近平是否武统 甚至使得其武统的时间表提前 第一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突破中共底线 习近平武统台湾的最大障碍不是台湾自身的反抗 而是美国还有日本的介入和武力干预 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霸权性欲看 美国必定会介入不会容忍中国把自由台湾吞并 中美围绕台湾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彼此心里都有数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前期对台湾的支持和介入程度 以及战争爆发后武力干预的规模 尤其是后者不仅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吃不准 美国决策层恐怕也不清楚 有一种看法认为 鉴于冷战后美国在几场军事干预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死了很多美国士兵 美国人民是绝不允许政府让自己的子弟去为别人作战做无谓牺牲的 特别是和中国这样的对手进行军事较量不死伤大批军人不可能 因此美国政府届时面对中国的攻台或者已经占领台湾的情况 是不会真正保卫台湾的最多是有限的小规模介入 我相信美国不会放弃保卫台湾 但武力介入的程度和规模确实不好判断 因为对美国而言 台湾不仅是感情上的联系和意识形态的盟友 还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所以有美国专家建议美国不仅要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 还要提高解放军攻台代价 让台湾成为解放军难以占领的目标 除了关注战争爆发时的美军介入程度 更应该关注美国前期对台湾自我防卫的全方位支持 是否会激怒习近平 从而使武统提前 2018年美国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 前者包括考虑美台军舰互防可行性的条款 后者鼓励台美所有层级官员互防 事实上已经突破中共红线 只是美国政府自我克制 没有派出不及以上官员和美国军舰访台 导致中共没有过激反应 但假如美中关系全面恶化 美国全面围堵中国 像彭斯去年10月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招式的那样 不仅上述两法案很快会兑现 美国还会出台更多法案 加强和台湾的政经军事联系 如帮助台湾恢复联合国席位 甚至不排除和台湾建交 这种情况下 中共武力攻台将别无选择 上海公共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密 去年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美国插手两岸关系力道越来越强 大陆不排除两岸关系将会更坏 若中美双方贸易战全面开打 统一进程会加速 原来觉得统一这件事或许拖到上百年 现在可能拖不到那个时间 甚至比预想还要快 他还说大陆考虑过各种可能性 此暗示可能武力攻台 中国鹰派将领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 朱成虎更是撰文警告 中美之间摊牌是大势所趋 未来争夺可能主要集中三个领域 台湾首当其冲 中国对美两个法案 要有提前的考虑和备案 中国驻美工使李克星 此前也表示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我解放军武力解放台湾之时 联系2018年9月 中国军舰在南海 零距离区离进入中国人 造岛礁12海里的美国军舰的危险举动 可以说 中国军方也已做好了在台湾和美国打仗的准备 第二个变数是 台湾岛内局势失控 台湾岛内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在发生变化 从大陆来看 民进党和国民党对待台独的态度其实差别不大 国民党主流派主张维持现状 实际是一种适时台独 两大政党外 台湾政坛升起的时代力量和喜乐岛联盟等势力都可划维申率或激进台独 尤其是后者 2019年要推动台湾独立公投与证明加入联合国 由于民进党政府对公投的门槛大幅降低 不管公投是否通过以台湾独立作为公投本身 就会被中国政府视为改变现状推行法理台独的举动 大陆对待台原则是 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但蔡英文上台后没有表示接受九二共识 她在2018年双十节的讲话 也呼应彭斯遏制中国的要求 虽然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国民党大胜 但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未有明显改向 其新年致辞的四个必须更是露出两国论的含义 岛内台湾民主基金会早前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意表明 台湾年轻人中愿意为台独而战的比例高达七成 或许这有夸大 但在中美冲突加剧大陆内政不稳的情形下 蔡英文政府很可能误判 此乃台湾法里独立的好时机认定中共并不敢真正武力犯台 若这样做将触发反分裂法第八条 该条规定若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用武力收复台湾 习近平也将失去模糊或弹性处理台湾问题的空间 国防部发言人就直斥 台湾以武居统是死路一条 第三 中国国内的民意压力也会促使习近平加快武统步伐 迄今为止 习近平诉诸民族主义 作为其统治策略 民族主义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 尤其在当局崛起和复兴的话语鼓吹下 国内民族主义水涨船高 对武力解决台湾 信心爆满 对台湾的好感和台独容忍度都大大下降 对台湾问题久托不绝 两岸迟迟不能统一 产生交集感和急躁冒进情绪 二是 当美国试图挑战中国一中底线 以及岛内民意显著滑向台独 习近平却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回应 他和中共将会被民众看作软弱 为平息国内民众不满 习近平很可能被迫发动武统 为什么会是2030年左右 尽管中国政府仍宣称 尽最大努力和耐心 用合同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我认为 这只是为最后武统争取人心 习近平的最新台湾政策讲话 可以做如此观 武统台湾也是采取民族主义政策 作为合法性的中共和习近平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情节又要超出很多中共领导人 他的中国梦是包含台湾在内的 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的规划 完成祖国统一 是其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若中国梦按时实现 可两岸仍处分离状态 中国梦也就不圆 习近平肯定是不会允许这种杀风景的情况出现 他是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 而且中国梦不单单意味着中国强起来 也意味着他的历史地位 他享有超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像毛那样名垂青史 只能靠收复台湾 其他任何业绩都无法做到这点 另外这些年反腐得罪的人太多 无论共产党未来是继续执政还是垮台 习近平若要平安落地都比较困难 而如果收复台湾 实现国家一统 习近平就成为民族大英雄 有这个盖世之功 想清洗他的人 也需考虑民意 故从个人私心出发 习近平也有动力武统台湾 不过 这不意味着 他在2020年 中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点到来前 会武力攻台 那种认为他要用台湾 向第一个百年县礼的看法 是不对的 除非某种非常意外或恶劣的事情出现 否则在未来两三年 习近平要花其精力的大部分 来处理内政困局 包括可能聚集的反对力量 无暇他顾 此外 中共军改 在两三年里也不一定能完成 习近平武统台湾 必须使解放军进海作战 有绝对把握打赢 但这需要时间 然而 在度过未来最困难的二三年 收拾好内政后 习近平将腾出手 解决台湾问题 从2021年开始到2035年 这段时期 皆有可能 其中2030年前后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最大 从时间看 中共十九大对习近平的中国梦 有个30年规划 前15年及到2035年 初步实现现现代化 再过1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 以习近平之年龄 纵使中共届时还在台上 他在2050年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 习近平为自己设想的执政时间 应该是20年 或者稍长点 从十八大算起 正好是2033年 接近2035年 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用时 鉴于习近平 一定要把武统台湾的伟业 懒到自己身上 不可能让别人去摘他辛苦培植的桃子 故时间点不会在2050年前后 而在他人期结束前后 比较合适 他已经用六年时间进行反腐 确立起了在中共的稳固地位 再用十多年夯实经济和军事 把攻台的短板一一补齐 到2030年左右 就可以发动武统了 这个时间设想还包括攻下台湾后 应对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和封锁 包括一定程度的武力干预 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 在经过评估后会认为 只要解放军牢牢控制台湾 西方国家就奈何不了 最终不得不接受中共在台统治事实 恢复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过程会持续三年左右 也就是说打下台湾后 包括外国武力干涉在内 中共需要两到三年或稍长一点时间来收拾烂摊子 这样在2035年就能如其宣布 实现十九大确立的初步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从这个角度看 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旗帜 一个重大考量就是为了武统台湾 美国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也预测 中共动武时间点会在2029年左右 去年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 他作证说 未来十年 中共每天都会面对不断增加的内部压力 要求他扣动扳机下达指令 对台动武 他还解释 国际社会领导人20年不到 就可以把天安门事件遗忘 那么从2049年往前推算 2030年就是中共最迟动手时间 可以说台湾是中共不能承受之重 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感冒失去台湾之风险 尤其对习近平言 武力收复台湾 实现祖国统一 更是他念自在自的光荣与梦想 面对习近平和中共对台虎视眈眈的武统威胁 台湾和国际社会不能掉以轻心 不要给中共借口 更不能主动送上借口 我最担忧两岸许多人 对此警告不以为然 真把习近平看成纸老虎 这种心态容易酿成大祸 台湾当然不能被动挨打 但鉴于两岸实力悬殊 台湾最好的自处之道 是回到马英九时期的立场 承认九二共事 并反手围攻民主西法和大陆内部的反习 民主和反武统力量一起 阻止中共武统让习近平攻台失处无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